谁个谁个好 谁个谁个好 该让开出发 那个是人吗 好像是 对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的嘞 他该不会看到我了吧 有了 对 怎么了 是不是 干什么 姐 嗯 哪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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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是誰啊 你來這邊幹嘛 醫生 對不起 我只是拿個東西而已 你幹嘛吃我豆腐啊 你…你幹嘛抱著我睡啊 你餵熊喔 那你需要叫那麼大聲嗎 好像是樓上傳來的聲音喔 收到了 快… 在哪裡…快… 跑 不要跑 門還是從裡面鎖住的耶 他還在屋子裡面 小偷先生 我知道你還在屋子裡啊 你不要躲啦 趕快出來吧 小偷先生 你就出來吧 不要躲啦 拜託啦 快… 炫眉 雷 等一下 トン 你… 你在幹嘛啦 這…我以為裡面有人 嚇人喔 小心 來 來 誰 誰啊 我踩到頭頂了 我 陳正代 有沒有怎樣 不是故意的耶 你們兩個怎麼故意 睡覺 阿什麼阿啊 芙蓉 我說你啊 小偷都進來你還睡 小偷 在哪裡 小偷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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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等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這個 落地窗是開的啊 該不會小偷 就是從這邊進出的吧 誰把窗戶打開了 是天氣這麼熱 熱的我沒辦法睡 我就開了一咪咪 一咪咪 一咪咪而已 吳芙蓉你這個笨蛋 奇怪耶 那個宿舍不是只有三個人 怎麼突然變那麼多人呢 我覺得那邊不能再去了 我應該要換個方向調查 上一次拉肚子沒關門 這一次怕熱亂開窗 好 吳芙蓉 你現在變成我們拒絕我來 芙蓉 我現在啊 以宿舍管理員的身分 命令你啊 馬上給我走 芙蓉 你今天不是好長一陣子都去找小輩了嗎 你怎麼現在又回來了 小輩 他也有室友 不能天天去啊 你們不要這樣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誰知道這個小偷那麼神 總是這個時候找上門啊 有夠衰啦 我到底為什麼要擺這個姿勢啊 開個門都不會 讓你當十字剛好而已啊 所以現在 你還是羅湖布的受害者囉 嗯 今天這種人沒什麼好說的啊 我看啊 我們把他趕出去吧 恐龍老大 求求你救救我 假裝不要趕我出去 大不了我以後都不拉死 睡覺也吹燈風扇啊 好啊 八坨八坨啦 三斤八坨八坨啦 好… 慕容他說得好像也有 那麼一丁點道理啊 而且他也不是故意的嘛 現在三斤半夜的 把他一個人趕出去 很可憐 對啊 把他趕出去好像也不是解決方法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是 要抓到小偷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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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好意思 阿翟 沒事 剛剛是你先喊追的 所以你有看到那個人 長什麼樣子嗎 沒有 都跑太快了 沒看到 我們也有看到 那他…他長什麼樣子 高抬的 胖的 瘦的 黑的 白的 老胎是年輕的 說不上來耶 又說不上來 我看到一團黑影 這也是有看到 我… 我也沒有看到 廢話 沒人問你 你要那麼兇嘛 我只是想要有一點參與感而已啊 石森、杰一 你們要不要再仔細的想想 還有什麼是可以敘述他的特徵啊 或者是有什麼多的線索 因為我們要是要報警的話 不能只有這麼一點線索嗎 是個男的 對…是男的 謝謝囉 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都是男生 陳天才 你這樣挖苦我沒有意思嗎 你自己也沒看到啊 那是你們講話 根本沒有重點好嗎 對…對了 杰一 那個男的好像有說話 你有聽聽出他說什麼嗎 林醫師 對不起 我只是拿個東西而已 他說 林醫師 我只是來拿東西 他叫林醫師 他認識你嗎 我就說嘛 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 小偷連續兩次上門 我看啊 他八成是衝著你來啊 你杰一 我就不小心當了你的 T4位帥長 欸 芙蓉 怎麼可以這樣講啊 明明就是你自己 忘記關窗戶 就算他贈送林杰一來的 也是你放心來的 好啦好啦 潔一 嗯 你在外面有沒有欠人家什麼東西啊 沒有啊 我只有跟阿宅借了書沒還 只是 那個聲音 我覺得聽起來有點噁熟耶 是誰啊 聽起來啊 啊 啊 你這樣講我也不知道是誰 想不起來 算了啦 同學沒被偷 小偷也跑了 現在報警也沒什麼作用 明天大家都好要上班 不如先休息一下吧 明天再討論 也是啦 大家明天都還有很多工作耶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似乘正太 拜那麼多圖丁 小偷沒抓到 害自己人踩到林鄉 欸 奇怪 怎麼只有站在學長 沒有下來啊 對 小欣欣妳不要怕 我一定會親手抓住小的 林先生 我們幫你裝這個人工膝關節 是為了讓你以後走路更方便 不是裝飾品耶 你這樣子不下床活動 也不復健 那你到底要幹嘛 可是我就怕...怕痛耶 怕痛 你也可以先從床上的 懷部運動先開始啊 這樣才能避免血痠 好 好 巡房偷打瞌睡 你找死啊 連去兩間面子小偷搞得沒得睡 工作堆得跟山一樣 我真的受不了了啊 我也是 撐著吧 等一下中午找時間去密一下吧 小偉 等等林先生的家屬來了之後 一定要他們每天讓林先生 用助行器下床活動至少半小時 好的 林先生 我們做醫生的能做到的 就是幫你開刀跟給藥 身體還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不願意動的話 誰都救不了你 知道嗎 好 走吧 走吧 上班打 打 幹什麼東西啊 鼠子 打他竟然是他們 你打我幹嘛 很痛耶 你們兩個 學姐 我們不是故意的啦 這是因為我們宿舍招小偷 蛤 蔡世新 這位胰狀結腸扭轉的病患 明明就有便秘史 為什麼沒有記錄 蔡世新 從來沒有英俊敢在我面前睡覺 那個學長不是啊 是因為昨天我們宿舍 我沒有興趣知道你們下班之後的事情 上班時間趕在我面前睡覺 全部扣分 連解釋的機會都不給 需要這麼簡潔俐落嗎 怎麼辦 會不會扣多少分啊 我完蛋了啦 你們成績好 扣個幾分不會怎麼樣 那我怎麼辦啊 這臭小偷 想教你個拔啦 驚人為害 歐陽女俠 召開錦席大會 共商武林危機 數治餐廳 對 不可置物 歐陽學姐 救命啊 快 你們趕快在想一想 有什麼線索 昨天只有你們兩個 跟小偷近距離接觸過 算是關鍵 就在你們身上 嗯 不要再逼我們了啦 我們也很想抓到小偷啊 但是我聽到豬豬那些啊 嘿 大家都在啊 來來來 一起吃飯比較熱鬧啊 我知道 我是在拍小主廢 小主廢剛剛好啊 你們一定缺一個小主廢對不對 那就是我本人啦 嘿 等一下 學長 那個我 學長 做得沒錯 我們小偷 你卻需要像你這樣 英明神武的人 來帶領我 學長 請坐 好 天才最有成就啦 對 來 討論起來 陳振泰 好大的狗膽啊 老娘的位子你都敢坐 這個位子是公家的 哪有什麼老 娘請坐 我說你啊 每天只會拍馬屁 你還會做什麼啊 你的英雄司機我已經聽說了 說好要幫學弟學妹們抓小偷 結果咧 自己睡得跟豬一樣 你怎麼沒被偷走啊 學姐 這麼誇張啊 我就睡了一下下 蛤 學長 你說一下下 我們枕頭籠乒乓乓乓的 從頭到尾都在弄了五六七八十分鐘 時針跟傑依也叫得跟殺豬一樣 你都沒有起床耶 我雖然是睡著了 但是我 運籌為臥 佈下天羅地網的陷阱 應該讓那個小偷吃了不少苦頭 好餓 你是說讓我腳底貼OK蹦捏圖丁對吧 學長,你還真敢講啊 我說你身為一個學長 真是丟臉丟到家了你 給我罰站吃東西 來,繼續討論 所以小偉你是被跟蹤的吧 不過他好像聽到我的尖叫聲 就沒有更乖了 然後你們的宿舍 延續兩天都被闖入 對 我知道小偷的目的了 說 這個小偷早不來晚不來 偏偏就在我連續兩天 住在宿舍的時候來 很明顯他是衝著我來的 他一定是 寄於我的美色 垂涎我在鮮嫩欲滴的肉體 所以他... 你可不可以講一點 合理的推測啊 我知道了 嗯... 小偉跟潔衣都是骨科的 所以代表這個小偷跟跟蹤狂 他們是同一個人 而且跟骨科結下大梁子 專門衝著骨科來的 你幹嘛 我... 叫你罰站吃東西 有叫你發言嗎 什麼叫做跟骨科結下大梁子 你這根本就是破綻百出的推理 有可能嗎 我這個人彬彬有理 帶人和氣耶 怎麼可能會跟人家結下梁子呢 你們說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學姐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 主子啊 我想全福大應該就你求家最多吧 別人不說那個網球走就是啊 對不對 謝先生 想不到你這麼快就可以看到你了 你還挺想念我們的吧 要不是我的手頭沒有好 想回來打類固醇 誰想見到你 這個網球走是不是有毛病啊 不想來又來 怎麼哀啊 而且他還熬學姐幫他打類固醇 學姐火山爆發了他 謝先生 我跟你講過很多次了 類固醇無法拿來治療公骨外上科研 你要是耳背的話 麻煩你去隔壁掛耳鼻喉科 出了什麼狀況我自己負責可以吧 我才是醫生 我才能決定你的治療方式 你要是這麼強打類固醇的話也可以 麻煩你自己去考上醫學院 再來一個順利畢業 成功當上組織 這樣子你要打上食品也沒人管得了你 當醫師了不起啊 不打就不打 大家走著瞧 不打 對 就是這個王邱舟 他發現惹毛學姐沒有好下場 就去跟蹤小葳 但是又沒有收穫 所以就跑來宿舍想要軟類固醇自己打 我說啊 你的腦袋是被脂肪塞住了嗎 哪個白癡會笨到跑來宿舍偷類固醇啊 要偷是在醫院偷吧 對啊 更何況這王邱舟又不是笨蛋 他幹嘛用偷的 他大可以去別家醫院找別的醫生幫他打 對 如果不是王邱舟 要是 掃地阿伯 不 不是阿伯 你又知道了 阿伯嗆主事嗆得那麼兇 他連骨科都不來掃了耶 都是你在掃的啊 你現在還幫他講話 這個地是我掃得沒有錯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阿伯人也還可以 他有一天就跑來跟我講說 他知道自己錯了 所以後來就... 都有在幫我忙啦 是這樣子的 所以不是他了 吳芙蓉啊 我都以為你都乖乖的在掃骨科診間 原來你有幫手啊 可是我覺得把目標鎖定在骨科有點奇怪 其實也待過很多地方 內科、外科、身心科、婦產科 小偷也有可能是捷克或神道的病患 那小薇被跟蹤要怎麼解釋 會不會跟蹤小薇的 跟我們家小偷是不同人啊 就是小薇只是碰巧遇到變態而已 你看看 這兩個學弟思路有多清晰 不要說別人啦 光是神道那個神道 就有可能得罪多少人 你憑什麼說他一定是針對骨科啊 是 學姐 學姐,腦筋靈活 思路清晰 說得一點都沒錯 但是啊 我們還是不能排除 任何一點點的可能性 在還沒有找到嫌犯企圖之前 每一個人都有嫌 我們要處處小心 畢竟敵在岸,我們在裡 師父 跟著牠們跟著牠們 會不會再出發 我們逢 !